第三千三百四十集 没有,就是去野外逛逛什么的,经常就一起发胆,他跟我一样,喜欢一个人发胆 老郭不知可否,又试探问了几句,确定这小子彻底坠入亲王了 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没用,有些事情非得自己经历不可 否则旁人是叫不行的,于是只是严肃地警告他,咱一起怎么玩他不管 但有一点,绝对不可以透露任何谋山的事,尤其是叶少阳归来这件事 放心,这些我是知道的,虽然我信任他,但是不会说出去的 老郭了解这孩子,知道他既然说了,就一定会做到 于是什么也不说了,只让他不要影响修炼 望着陈小旭离开的身影,老郭忧心忡忡地踏了口气 他希望袁熙是真心跟他相处,而不是通过他打探什么消息 脱一步说,就算是这样都还好 他怕的就是袁熙有着更深入的目标 当然,最好是自己想多了 一朝之后,法术工会派去云南腹地探索的先行小组 传来消息,说在西南某个山区里,在夜晚发现了红光腾空的异象 很可能是玄宿秀秋就在那边 他们也不敢擅自过去,等着法术工会的主力开罢 于是几个小队一起出发了,袁熙这个队伍也出发了 当天,叶小木一干小伙伴来到了约定见面的地点 某个酒店的会议厅里,在里面见到了一干法术工会的精英 一共十几个 叶小木一眼扫过去,大概都见过 分别是张宇和任罗安这对情侣 曹云凯和曹思宇这对兄妹 还有格枣山和孙宇童 云台山的属心法师 这真是个老熟人了 叶小木跟属心法师的眼神对上的一瞬间 从他的眼中,叶小木看到了一丝鄙夷和复杂的情绪 当然,别人看到他们的眼神也好不了多少 如今的法术界是非常讲究高地尊卑的 对叶小木这帮人除了王小宝之外的实力 都是了解的 实在没兴趣跟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 除了这几个八子的人 会议室里有一些人 上次试炼的时候 叶小木有些见过 但是对不上号 后来在一起行动之后 才逐渐将他们对上号 眼下只能知道这些都是法术工会的精英 大概都是三界盟那边的 就算不是最强的那几个能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也是准一线的 他们对叶小木这帮四流民间选手根本就用不着正眼看 芸汐在主持活动 近见的他身穿一件黑色的套头衫 化着胆装 跟前几天时见面时的气质完全不一样 显得端壮而正式 这也使得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严肃的决策者 不过见叶小木他们 他还是表现出了一些亲热 冲他们笑了笑 尤其是看到陈小旭一眼 只能只会出后面的那一排座位 让他们坐在那 他们坐下去之后 一个小哥就拿着茶壶过来给他们倒茶 这是法术工会的工作人员 本身就是各大门牌的弟子 被法术工会选中 在工会中心负责一干的杂务 毕竟那些核心成员要处理工事 自己还要修炼 每天买菜做饭 烧水泡茶这样的事 又不可能让外人插手 于是从各派中 先有一定天赋 有手脚勤快的弟子先来使唤 当然提前是自愿的 他们的薪水不高 最大的好处 是工会的图书馆可以免费看 那里头放着法术工会 十几年来搜罗过来的各种修行方面的书 还有很多门牌捐赠的 对于年轻弟子的修炼 有了极大的帮助 而且工会中心每周还是有公开课的 有精英弟子为他们授课 解惑 干活本身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磨练和修行 法术工会称这种制度叫做服役 为期三年 年龄16到18岁 服役期一满 参加考核 优秀的直接晋升法术工会的精英弟子 重点培养 差一点的就回到各自门牌 也都能当上敌传弟子 因此 除了第一和第二梯队的敌传弟子之外 其余所有弟子都想到了工会来服役 但名额有限 需要经过选拔 有一定的天赋才行 这是法术工会发展建设中重要的一环 十几年来一直发展完善 这才促使了法术工会这个超级门牌的诞生 尤其是不久之前 在云台山开的那次联合大会 在决定了工会中心和相关制度之后 这个系统就更加完善 如今任何门牌的实力 都已经无法超越法术工会 法术工会的重要人员 外出办事的时候 身边也会带着相应数量的服役人员 帮助料理杂物 叶小木知道自己实际的地位 比这个给自己道水的法师还低 不敢让他服务 自己接过了水货 给几个小伙伴倒水 好了人都到齐了 我们开会吧 我先说一下我们这次行动的方案 袁熙开了个头 下面一个男子突然举手说 等一下 指着叶小木一个人说 他们几个也是我们小队的成员 袁熙说 他们大部分你都见过了吧 叶小木他是毛山弟子 是本地人 所以这次找他来做向导 男子孝道 毛山就算了吧 外门弟子 毛山上有几十上班 没什么值得介绍的 要说向导 有一个也就够了 弄着五六个过来做什么 秋风 你有意见 叶小木心中已惊 刚才还纳闷 以元席的地位 怎么还有人质疑他 原来他就是秋风 这个人的名字 在法术界也是如雷贯耳 万马唐秋风 一贫祭司 同时他也是三界盟的骨干 在盟里的地位 能排进前十的 三界盟 风李沐轩为老大 跟双爵八子不对付 大事上不敢跟他干 小事上肯定要找他的茬 秋风耸了耸肩膀 为这次行动 会派出八个小队 你让他们加入其中一个 我没意见 但我们这个小队 是绝对的中心 你找这些来拖后腿的角色 我真不明白你要干什么 边上一男一女 也跟着点头 喂 你说话重一点 你以为你很厉害吗 别为你的名字带个疯子 就真把自己当捣锋了 苏妍有点不爽地反驳了一句